在中国香港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分尸案 被害人是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妻 他们的头颅分别被冷冻在冰箱之中 房间中堆满了餐盒 里面则是他们被堕烂的碎肉 而杀害他们的凶手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便是2013年轰动全港的大脚嘴逆子式轻案 本片则是根据这起毛骨悚然的真实案件改变 影片多处情节还原了案件调查中的细节 画面也丝毫不掩饰对观众的冲击 电影在香港上映以来也是连创票房奇迹 超过了毅力三级片榜单12年的三滴肉铺团 荣登了香港三级片冠军宝座 豆瓣评分也是一度高达8.4分 虽然案件的判决早有定夺 但事情的真相真如法庭宣判那样吗 这一切还得从2012年开始说起 当时本片的主角张显宗是个啃老一族 靠着父母的培养留学澳洲 但回国失业之后就一直在家待业 时不时的投入大笔资金进行炒股 但没想到股市崩盘 也不好求着自己的父母帮他还债 可这么一大笔欠款 父母觉得自己儿子依靠他们太久 也没个正经工作 不是很愿意帮他偿还 而且眼看儿子付不起给他买的房子的案件 就选择让他过户给自己 现在颇有事业的亲哥哥张显贵 事后再给张显宗一笔钱去还贷款 也算父母双方对这个小儿子唯一能做的了 可对于香港人来说 房子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 没了房子就相当于没有了自己的利命之所 这简直比死了还要惨 即使张显宗万般的不愿意 但目前的情况他也只能签下这份合同 虽然张显宗的哥哥张显贵 并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弟弟 而是觉得弟弟太过自负 很多工作都看不上 觉得自己的能力应该去适配更高级的工作 这也让他做事经常半途而废 曾经去应聘成人片的主演时 开场对着导演侃侃而谈 自己的艺术理解与观点 但当他真的和女演员上场准备表演时 他依然还是疲软临时退缩了 这种性格也造就了他没什么朋友 唯一有交际的人只是在一场面试上相遇的 他名叫唐文奇 初次相遇时便以憨憨的模样是人 不休蝙蝠 即使自己要应聘一个岗位 也浑身臭味蓬头垢面的前来 但他对此却毫无察觉 似乎脑袋缺了一根弦 这也让张显宗的自恋型人格开始涌现 开始与唐文奇多有接触 走到哪都带着他 叫他吃西餐给他买衣服 甚至在唐文奇出租屋约会时 也会给他钱出去找小姐 觉得在他身边会彰显出自己的优越感 而且时常张显宗也向唐文奇袒露自己的心声 觉得自己这把年纪一无是处 现在又没了唯一可以依靠的房子 还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让房子变成凶宅 好让他父母抱憾终身 然而一语成衬 直到某天 张显宗向警方报案 自己的父母去往大陆已经失联了多日 还叫来了媒体记者 在镜头前很不自然地讲述自己父母走失的过程 极力表现自己是一个大孝子的模样 但眼神飘忽不定 不像是回忆父母失踪之前事情的状态 很快警方发现了不对劲 张显宗的父母根本就没有任何出境记录 一路顺着线索 警方在唐文奇的出租屋当中发现了大量的残肢断壁 以及在冰箱中的两颗头颅 不出意料 这些遗骸果然就是出自张显宗的父母 警方也以嫌疑人的身份将张显宗和唐文奇逮捕 面对警方的指控 张显宗没有过多地辩解 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甚至早在社交平台上 就匿名向陌生网友透露自己是真凶 在法庭上张显宗向陪审团和法官陈诉 是他伙同好友唐文奇 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划杀人计划了 他以看房为由将父母引到出租屋当中 两个人一人一个 分别用刀将他们抹了脖子 但在过程当中 唐文奇不小心刺伤了张显宗 监控也拍到张显宗前往医居院智商 之后也是唐文奇和张显宗俩人 在出租屋中开始肢解尸体 四把牛八刀 一把切肉刀 一把削骨刀一把锯子 简直把村屋当作了肉类处理场 能处理掉的残肢就用垃圾袋包上扔到大海当中 剩下的大部分则被冷藏保留了下来 甚至有的还被当作食物用微波炉加热过 听完这番证词 现场一片哗然 陪审团友的人甚至无法接受这过于血腥的画面 直接晕倒过去 但张显宗为何可以如此残忍杀害自己父母 导火索还是因为自己房子被父母转户给哥哥 导致对自己父母心生恨意 更深层次的原因则还是张显宗个人的性格使然 他天性孤僻高傲 拥有超120的智商 但身材矮小长相也普普通通 长大之后处处受人排挤 内心对此也十分自卑很敏感别人拿这件事刺激他 他也将自己外貌的缺陷归因于自己父母 甚至自己在澳洲留学时 被那些老外经常霸凌 日积月累逐渐扭曲了张显宗本就不正面的心理 医生也根据迹象表明张显宗患有一定的精神分裂 并且缺乏同理心常伴有厌世情绪 根据张显宗的证词描述 自己与唐文奇的聊天中 透露了一些不再留恋人间的想法 可唐文奇却毫不掩饰地教唆张显宗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放肆燃烧 就算要死也得拉个垫背的一起走 而且自己也想试试看 究竟杀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对象自然而然就成了张显宗的父母 俩个人一拍集合 当即就决定了这场是轻计划 但唐文奇却矢口否认自己并没有教唆杀人 更不是主犯 甚至自己在面对张显宗展示杀戮欲望时 对他进行劝导与安慰 就算他人生如此 也比自己要强得多 三十几一事无成 没什么本事也不聪明 只有把自己当做小孩的姐姐和母亲 在唐文奇的描述中 案发当日 唐文奇一回家就闻到满屋子的腥臭味 一进门就看见张显宗端坐在他面前 一脸平静地吃着猪脚饭 旁边是则是他剁了一半的尸体 这让他十分恐慌 本能地就想往门外跑去 但张显宗却以他姐姐和母亲为要挟 强迫他听从自己的安排 将那些手脚用塑料袋包起来丢掉 稍有反抗就会提醒唐文奇 小心自己的亲人安全 自己每晚都噩梦缠身 感觉会有一只毛茸茸的大蜘蛛爬满全身 恐慌至极 直到警察找上了门 这才让唐文奇放下了悬挂已久的心 顿时有了解脱感 在法庭上医生也是宣布 显然是无法处理这么复杂的杀人案件的 姐姐也是在证人袭上 痛哭流涕地向陪审团和法官 陈述自己弟弟的纯真善良 有人给他吃的他都会跟人走 都是这个杀人恶魔张显宗利用自己的弟弟 在座的人听之无不动容 经过陪审团的商量 一致判决张显宗无庸置疑有罪 唐文奇则被判决无罪 只需就阻碍合法埋葬尸体罪囚禁一年 但鉴于在开庭前已经关押了两年 现在当庭释放 故事也迎来了大结局 但案件的事实确实如此吗 能从案件审讯的过程中能看出 唐文奇曾多次颠覆自己的证词 而且审讯过程中也多有刑讯逼供的情况发生 并且从电影中的剧情可以判断 唐文奇实际上智商不低 拥有会计二级证书 并且模仿能力与观察能力超群 如模仿景观的戏腔 第一次与张显宗的会面 就能从他的举手投足之间 看出张显宗的西装世界的 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 电影在塑造唐文奇这个角色时 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无辜者看待 而是营造出一种罗生门的状态 给予影片的细节将答案交由观众判断 和张显宗一样 唐文奇也有着不同的人格倾向 前者是自恋的领袖型人格 对于自己的任何方面都相当自信 无论是能力还是智商 而唐文奇则是具有表演性的助人型人格 他善于利用他人的负面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看起来他是为了你好 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小心思 并且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伤害自己 就像他试图通过自杀来阻止姐姐嫁人 以及站在门口撒尿以换取女友的原谅与关注 这些都可以理解为pro的一种类型 而唐文奇很可能利用张显宗的自负心理 对他进行教唆 并且在法庭上将自己伪装成一种完美受害者人设 这些张显宗都看在眼里 影片中也通过角色下意识不屑的表情 让观众接受到唐文奇可能是在说谎 因为换个角度一想 如果张显宗是在污蔑唐文奇的话 多是震惊 而演员在选择这样表演时 也是带入进了当时的角色的立场和内心 至关重要的一点 对案件的裁决很大程度上 是由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审判 虽然西方法律体系中的陪审团制度 有利于司法公正 保障每个公民的司法权利 但是这些各行各业临时组成的公民 缺乏一点的法律知识 且往往受个人感性思维引导 难以做出公正的判断 鉴于此律师对于法庭现场的风向影响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利用陪审团成员对于唐文奇的同情心 将他塑造成一个无辜可怜的低智商受害者 而案件的真相与否就似乎不再重要 正方律师与反方律师 每个人都代表着各自的立场没有对错 只有态度 法官陪审团以及场外的旁听席是观众 而律师和被告原告则是演员 整场法庭宛如一个戏剧舞台 有着故事统一的发展脉络 高潮也好转折也好 结局也罢 对于世间的众人来说 正如电影的片名一样真相在空荡曲折的回廊里游荡 而这一切终究是被蒙上薄杀的戏